广东人说的冷臭小菜的冷字 在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有很远远流长的历史 Hello 大家好,我是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识》会和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冷字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频道 皮毛小知识主要是介绍由实用 甚至去到无用的冷知识或者流行文化 如果有兴趣不妨订阅我们或者加入会员 Let's get started 我们一开始先讲一下发音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人民电算研究中心的汉字多功能智库 这个字有三个粤语读音 主流的学者认为正读是 和口语易读音 而小众的正音派就认为只可以读成 无论如何三个读音都有各自的理据 三个音都算是正确 不过虽然这个字有三个读音 但意思只有一个 这类读音变化并没有构成至二分别的字 被归类为二读字 在这片中我将从坊间惯用的口语易读音 读成乱 有看开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我在片中不会讲粗口 今次真是纯为学术牺牲 对粗口敏感的朋友请恩爱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广东人常见的乱字应用 已经寥寥可数 一个是餐厅里面的笼手小菜 意思即是拿手小菜 粤语片时代很常听到的笼化 原来笼化人 笼化即是作弄摆布的意思 就连去到1980年代的IQ博士卡通的粤语配音 都仍然会这样说 我们很可能被这个新新笼化我们都不顶 另一个是笼着 在香港已经不太常见的字养着料活动 但其实笼是一个很古老的字 应用的历史也源远流畅 由西汉的哲学书籍到唐诗 再到近代的将回小说四大名著都会见到 早到2200年前秦始皇统一文字所制定的小算体中 都已经包含这个字 从古代文献所显示 轮字初时有几个截然不同的意思 例如在西汉初年淮男子兵略分中 前后不相轮左右不相干 就代表浅踏的意思 到西汉末年语言学家杨洪的著作方言 就将它解释为接触、联系 再到东汉时代大约1998年前乘书的说文解字 就是这样处解的 轮、执也、从手言声、一若油也 执就是拿起、手持 而油在广东话大概就是指折折折折折 自此之后轮字的意思稳定下来 大概都是指手部动作 例如唐朝诗人韩厄的泳手里面 背人细轮谁烟笨 向镜轻云衬面下 这个《轮》字的意思就是指用手来回轻刷 轮当时又会延伸指弹琵琶的一种指法 著名的唐诗白居义的琵琶行就有 轻隆慢轮没伏挑 初为危常后六腰 这就是弹琵琶撥弄的意思 而北宋时代广运的记载 轮以至轮密 即是指用手指夹住或者用手指拿起 清代辽齋寺二卷二英灵有一句 有女郎葵匹 瘾梅花一枝 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 一直以来瘾的应用为数都不少 有例如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 将回小说三国演义 在第五十二回就有 《照云大路》 《挺枪就马》 《直取陈应》 《应冷叉来营》 都是首执的意思 基本上往后的名著《西游记》 《水污转》 《风神演义》等都会见到这个《冷字》 例如《风神演义》 将五柳长书冷在手内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冷字的应用 并没有如何间断过 不过到现代这个冷字就好像完全消失在正规中文里面 至于日本汉字都有保留这个冷字 意思与中文相似都是首部动作 指扭、捏 例如早几年很流行的日本毛冷是毛巾 看清楚点其实是毛冷蜜 蜜即是诗 冷蜜的中文其实是指冷沙 是一种经扭合而成的沙线 相关的仿迹业术语又有冷道、上冷、下冷、冷向等等 而日文毛冷蜜就是形容生产特色 大概就是指由非扭成的线所织成 其实现代大部分的情况 冷都已经被另一个蜜字所结合使用 蜜和冷意思和发音都相近 同样早到东汉的说文解词都有收录 蜜有六个粤语发音 其中两个和冷一样 包括冷 在这里以示分别我就会读成蜜 例如刚才提过的冷沙 无论是正体还是简体 很多时都会写成蜜沙 至于冷字的消失 大原因都是因为简体字将冷简化成蜜 早期版本的简体字就更会简化成黏 但平心而论冷字本来就比较特别 原因不能过于简化 画面里面的三个字 冷、蜜、黏本来都是正体字 三个字的意思和发音都相近 但又不完全重叠 古时已经有交替使用 例如三个简体第七回 文丑急涅昌来刺 以及第五十二回 应、冷叉来刑 两个字的意思基本上一样 不过无可否认简体字又的确排除了重手言的冷字 在资料搜集的时候发现 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西游记等名著 都同时有冷和蜜的应用 但遗憾的是简体版一律简化成蜜 对读简体版的朋友实在非常可惜 这种例子在简体字中实在只是冰山一角 日后有机会再详细讲 最后无论如何 这个冷字现在只有部分的南方语言 尤其是粤语还保留了有限度的使用 虽然这个字的发音 即和另一个粤语粗口字一模一样 但这个笨字本身是绝无粗俗的意思 还很有诗意常见在读诗里面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笨字有什么看法 或者资料上有什么补充 都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今次很明显是语言学的学术讨论 绝对无意挑战YouTube的粗口政策 也不是乘机上讲粗口挑战大家的耳朵 希望你喜欢这条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都OK 就请你按一下like share出去 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一下小钟 或者加入做会员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另外的皮毛小知识 拜拜